主席我們想要問一下 現在台北市包括港湖區的 這個明清合作立委選區是不是會生變 畢竟那個宋主席他批評你說政治歷練不夠 然後他還諷刺你說你不會開飛機會墜機 您怎麼看宋主席對你的批評還有合作的部分 每一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飛機的模式 熟悉開老飛機的不一定會開新的飛機 我們也尊重宋主席的他的講法 總是在選舉中有一些選舉上面的一些競爭 但是我們的目標不變 也就是說我們也希望在國會裡面 能夠集結最大的改革的力量 那只要大家願意在一起 對改革的這件事情上 能夠有共識也願意盡一份心力的話 我們都還是願意 能夠大家能夠替這個國家一起做一些事情 今天朱立倫也到桃園回娘家 下午也將和農漁木來見面 徒星您怎麼看 這些事情 我覺得媒體都試圖要把它變得比較戲劇化一點 或許新聞看起來好看一點 但很多的問題其實回歸他們本質 其實它是一個就是選舉嘛 那我在桃園的時候也說過 就是說在台灣沒有說哪一個機構一定是屬於哪個政黨的 我也說過啊 這個民進黨不等於這個 這個 這個台灣 那國民黨也不等於中華民國 同樣的道理 不會說農會餘會一定是國民黨的啊 這些都是老的時代的觀念 今天台灣已經進入到民主的社會 我們要尊重每一個人他有自己的判斷 跟自己形成他在選舉上的選擇的這種權利 那作為候選人 當然我們每一個團體都要去接觸 那每一個人我們都要試圖的去說服 所以在我們走行程的時候 只要有人願意接待我們都願意去啊 那也希望在透過互動的過程中 他們可以聽一聽我們有什麼東西要告訴他們 或者他們有什麼問題要問我們 那這些都是我們選舉裡面 我們大家都要去做的事情 所以沒有說哪一個地方一定是誰的 哪一個地方一定是誰的基本盤 選舉 尤其是民主社會裡面的選舉 就是大家盡自己最大的力量去說服最多的人嘛 不是嗎 主席 你要跟你轉述一下 昨天馬總統說對於您國慶的時候出席 能夠開口唱國歌 他覺得非常的感動 所以他對你提出兩個質疑 一個是他認為您維持現狀的部分 還是說不清 第二個是 他說您沒有講清楚方法 第二個是說 您在訪日跟訪美的過程當中 最近見了誰 談些什麼 你都沒有說 就是黑箱作業 我也很感謝這個總統的感動 但是感動之餘 為什麼又回到這個選舉的口水 真的也實在是不解 總統要知道說 他一直要把別人的立場跟政策想法 往他自己的方向來拉 可是他也應該知道他過去七八年的執政 他的執政其實是很多失敗的地方 人民也很多失望的地方 我覺得總統在這個時候 應該好好的坐下來 想一想他過去七八年 他的執政失敗的原因在哪裡 其實總統如果真的感動的話 那就應該要用一個更包容的態度 來面對我們現在台灣的種種的問題 對於我在這個10月25號也講了 我說做一個政治領導人的 面對社會的分歧 應該要領導這個社會能夠跨越 可以超脫出現在的這種分歧的狀態 而不是去加深它的分歧 那我們共同的目標 在台灣的所有的政策 兩岸政策也是一樣 我們共同的目標 不就是要維持台灣的民主生活的方式 跟我們台灣對未來的選擇權嗎 那這一些 大家如果有這個共同的目標的話 總統 老師要堅持幾件 別人講的東西都是不對的 這種態度是不好的 您昨天在臉書上面有反駁朱主席 他說您躺著選 那是不是您會對於躺著選 這件事情非常的困擾 唐哲學 這個問題還要回答 這個我覺得朱主席 已經罵在野黨罵了大概一段時間了吧 從他提名以後 他都重複這幾個調 那或許他要批評在野黨 或者是我們 但是他的批評可以更實質一點 更有建設性一點 那如果老師重複這些調 我覺得對他的選舉 並不是一件好事 那我們也希望在這個選舉當中 他也可以拿出好的政見 那也可以說出他的好的政績 讓人民覺得說他是一個可以被考慮的候選人 那你的維持現狀是跟馬總統不同 不獨不獨 對不起 朱主席又說了什麼 沒有 他其實一直都在批評你的維持現狀 既然你要維持現狀 那為什麼不讓國民黨繼續執政 那國民黨真的搞不清楚他們執政失敗在哪裡 我覺得朱主席應該回去跟馬總統坐在一起 好好地想一想這個問題 不要老是兩個人綁在一起 對朱主席的選舉不會有好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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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